我们的财经朋友们好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跟我的会员朋友们讲几句 那我昨天呢删除了少侠会员 相信呢你们已经收到了退费 那由于国内会员的价格体系呢 在8月1号后呢 将从人民币1399调整到1599 那YouTube的会员价格体系之前呢 和国内价格一直有倒挂 那此次呢 借着国内会员价格的调整之际呢 一并调整YouTube的会员价格 那会员朋友们如果觉得合适呢 可以重新加入我的会员视频 加入方法呢和之前一样 那好废话不多说啊 请大家呢继续观看我今天的视频 那这周的主题呢 就是讲7月27号啊 将迎来2022年啊 全球最重要的一次加息 就是美联储的7月27号的这一次加息 同时呢我们第二部分会讲啊 抓住当下中美股市的主要矛盾 好我们将来看一下 就是美联储7月27号啊 这个最重要的一次加息啊 那当下这个时点呢 就是在7月底8月初呢 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点啊 有着转折点意味着这种时点啊 那整个美联储2022年以来呢 一共加已经加息三次了 对吧 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3月份25个基点 5月份50个基点啊 6月份75个基点 然后就7月份这一次 大概率的75个基点啊 之所以是7575基点呢 是因为出来的这个一个是就业数据啊 还是比较好的这个飞龙数据 第二个就是通胀啊 通胀在高位 然后就业数据还比较好 所以呢 大概率呢啊 是可能不会是50个 是偏向于75个啊 但至于是100个呢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啊 因为那样的话就太过于激进了 那过于激进 75个的概率呢 是比较高的 呃 那在站在这个时点呢啊 恰逢呢 大家知道下周呢 又是美股的业绩报告的密集披露期啊 那这业绩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下周呢 都是一些重磅的公司啊 基本这个那些大的科技股啊 苹果啊 微软啊 亚马逊啊 啊这个mata这些都在里面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就是全部集中在啊 下周和下下周啊 就这两周 这也就是说在7月底8月初 有两件大事的发生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一次会加息啊 就是7月27号的这一次加息 第二个呢 就是业绩披露的这个密集期啊 基本的全是在这下周和下下周就披露了啊 那我们说为什么就这一次加息这么关键呢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息的路径呢 非常的急迫啊 已经呢 是第四次加息 这一次加息完了以后呢 这个联邦这个基准利率呢 就到了2.25到2.5这个区间了啊 然后中间呢 到9月份再加息呢 它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窗口啊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窗口 就下一次的这个议期会议是9月21号 那在这两个月的时间窗口里面呢 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 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业绩披露的密集期啊 可能有业绩暴雷啊 可能有股市的暴跌啊 可能有经济衰退的加深啊 可能有一系列的幺蛾子出现啊 等等 所以说啊 这个这次7月27号的这个加息呢 就变得至关至关重要啊 因为7月27号加息75几点以后 即使通胀还是很强啊 然后经济也没有陷入深度衰退 到了9月份的加息这个幅度啊 也会降下来 也会降到50个几点啊 或者甚至25几点 那我的判断和感觉呢 是如果7月8月如果平稳度过啊 那9月21号呢 接着加啊 加息的幅度呢 降下来 那如果7月和8月呢 7月底和8月初啊 也就是中间的空穿的这两个月呢 这个乌云密布啊 发生了一系列啊 黑天鹅的事件啊 包括美股的暴跌啊 经济数据的急速衰退啊 等等的话 那9月到了9月21号啊 可能非但不会加息啊 可能还会迅速的转变立场啊 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的 就是说在三季度末 最快我们认为在三季度末啊 美联储呢 有可能转变这种货币政策立场啊 那那发生了 发生了需要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就是在就是在这中间的这两个月啊 就8月和9月发生经济的迅速的衰退啊 以及美股的暴跌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美股 大家知道不光呢 它炒预期啊 它也呢 更看业绩啊 那刚刚过去的上一周呢 特斯拉的业绩呢 它是超预期的啊 所以股价呢 也随着大盘呢 也有暴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业绩出来以后呢 当前涨了9.78%啊 就是还是比较强势的 但特斯拉这个股票呢 它非常的不同寻常 你不能把它呢 看作美股的一个标杆 因为特斯拉 它是美股里面最具成长性的这种啊 大型科技股 它的这个成长性和这种需求啊 是几乎是不愁订单的 对吧 当然如果经济深度衰退的 我们不知道 它的这个需求会下降什么程度 但至少在现在 那就是当所有的公司 很多的公司都已经感受到难过的时候 特斯拉的还是很好过 因为它这个需求远大于供给啊 远远就是供不应求的局面 一直在持续 所以说特斯拉的这个业绩报告呢 它并不能代表一个市场的整体状况 那更为关键呢 其实是下周的苹果啊 包括这个谷歌啊 亚马逊啊 他们的业绩报告更为关键啊 所以我在里面讲啊 就是说特斯拉是美股中成长性最好的大型科技公司啊 所以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遍型的一个范本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 这个为就是恐慌指数呢 迟迟的没有飙升啊 迟迟的没有飙升 因为很多人一直觉得这个恐慌指数啊 为什么迟迟没有飙升啊 像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像在这个2020年疫情的时候啊 这个恐慌指数呢都有飙升 那飙升的那个时点呢 基本也就是市场最恐慌的时候 也就是市场的真正的底部啊 但是到我们这一次这个整个美股的下跌呢 一直迟迟没有看到这个恐慌指数的飙升啊 原因出在哪里呢 其实很多人都对这个有分析啊 这个大家对这个 因为没有看到恐慌指数的飙升 所以说很多人也不敢轻言美股的见底 对吧 但这个原因出在哪 其实这个原因出在很多的投资人啊 在这个美股 尤其那些估值比较高的那些科技股 一路下行的过程中啊 很多的人啊 很多的投资人躲到了这种大型科技股里面啊 就躲到了我们说的这个科技妻子啊 包括这个能源的股啊 或者是道琼斯成分股里面的一些大型消费股啊 啊等等啊 他们呢 其实是进行了这个仓位的转移啊 真就是正是因为这些大型科技股 以及道琼斯的这些成分股啊 没有出现大跌和暴跌啊 所以说恐慌指数呢 迟迟没有啊 没有飙升啊 原因呢 其实就在这儿 那这些大型科技股 以及道琼斯成分股 为什么没有出现暴跌呢 核心原因 其实大家也能猜出来 它就是因为业绩的问题 就是业绩的这个业绩报告还没有出 大家不知道这个业绩 是不是是不是真的这个反应的衰退 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很糟糕啊 这个呢 所以说这也是把我们 就是说在7月底和8月初啊 这个10点变得这么关键的一个核心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啊 就是从从这种 从这种经济的复苏啊 逐渐向衰退的转折点的这个过渡啊 同时呢很多大型的这个领头羊的公司马上要披露他的业绩报告 同他的业绩报告里面呢 我们能看到啊 是否呢 整个的这些美国的经济啊 迅速的要走向这种衰退啊 所以说这是这个恐慌指数啊 迟迟没有飙升的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投资者呢 长盛于大型科技股和道琼斯成分股啊 那现在啊 还要给大家讲啊 就是6月6月美股啊 6月17号以来的这个反弹市场交易的逻辑是什么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股啊 从6月17号啊 就是这个这个上一轮这个底部啊 以后呢 开始的长长达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月一点的反弹啊 这个反弹呢 呃 有一定的时间啊 也有一定的高度啊 但是这个高度呢 可能不如3月份的那一波高度高啊 但是时间的周期比这个长 那如果你再去看这个有些大型科技股 尤其像苹果啊 它其实这个反弹的一个高度呢 已经达到啊 甚至应该说超过了3月份的一波反弹 那一波反弹是应该是19.6%啊 我没记错的话 那这一波呢 应该是达到了20%出头的一个水平啊 这个水平 所以说啊 你像这个科技股里面最强的啊 其实还是苹果啊 它的水位啊 明显比其他的科技股的水位要高很多个层 很多很多啊 那整个6月17号反弹以来 这个市场交易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它交易逻辑是通胀啊 开始见顶回落 那美联储呢 加息放缓啊 它交易的是这个逻辑 那这个逻辑呢 有的有它的道理啊 因为这个确实是有这段时间啊 有一段空窗期 就是我们看到通胀啊 在在在这个快速的冲顶啊 同时呢 大家认为啊 通胀有这种回落的迹象啊 当通胀开始随着油价的下跌啊 随着这个七八月份通胀的开始这种回落 那大家会预期啊 美联储加息呢 也会进而放缓啊 就没有那么激进啊 所以说呢 还认为美股的估值啊 已经被压缩到压缩的很厉害啊 所以说应该有一个反弹 所以说这是这段时间啊 交易的一个逻辑 那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巨大的争议点是什么 巨大的争议点 就是说这个逻辑是会继续延续呢 还是或者还是说这个逻辑会进行突变啊 如果是突变的话 它就是另外啊 就会突变以后呢 就是说大家就担心什么 担心这个这个通胀的这种鉴定回落啊 它可能不是一个线性的 不是一个缓慢的回落 而是一个急速的回落 也就是通胀迅速会进入通缩 然后经济的这个这种啊 这种这种放缓呢 它不是普通的放缓啊 它是一种犀利的啊 沿非常快的衰退啊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这个逻辑呢 就是6月17号反弹以来的这个交易逻辑呢 就会破灭啊 基本的就会结束 所以说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是7月27号加息啊 包括前后马上业绩密集的披露期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分水岭 谜底究竟何时揭开啊 就在7月底8月初啊 就在这个节点就会揭开 我们就会看到啊 究竟就是一个是美股 股这一波反弹以后啊 这一波反弹会不会迅速结束啊 这个交易啊 这个这个交易逻辑呢 会变为转变为交易一种衰退啊 深度衰退或者说快速衰退的这种逻辑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杨逻辑 得到 空